双喜临门,詹姆斯球衣上架出售,胡人第六比交易完成,NBA联盟自从詹姆斯加盟胡人之后,西部各队就进入紧张的引员阶段,离开了克利夫兰的詹姆斯当其是23号球衣撤下,而这次本来将在7月30日才公布的胡人23号球衣,却提前上架出售了,胡人的引员动作将有能成为西部与勇士较量的球队。 詹姆斯胡人迎接詹姆斯的过程并不顺利,上赛季在骑士输给勇士之后,就传言詹姆斯将要离开骑士,但是对于詹姆斯的下一站骑士众说纷纭,甚至到最后詹姆斯留队都有可能,但是之后就传出消息,詹姆斯的儿子已经前往洛杉矶注册了,所以当时已经有所预测。 詹姆斯之后加盟胡人前往意大利度假也顺风顺水,也光看了胡人在夏季联赛的比赛,身着胡人短裤和紫色球鞋的詹姆斯总是让詹姆们不舒服,而之后詹姆斯的短裤以500美元的价格出售, 一下子就半瘦以空,而这次的胡人23号球衣可能也会用很大的市场,毕竟等常规再开赛就能够看到斯台普斯球场,被23号球衣淹没,胡人23号球衣,对于詹姆斯能否在夏赛季凭借胡人的引元夺冠? 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是几率很小,毕竟五星勇士可不是指胡的,而这次胡人也进行了第六笔交易,之前分别引入了龙多、麦基等球员,此次并未能够再度引进,而是与球员特拉维兹威尔签下了一份双向合同, 但是在,比赛中只有4.4分2.2版的数据实在于事无补,希望下赛季詹黄能够率领胡人闯进西部决赛,特拉维兹威尔。 请不吝点赛季了